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明为张碧正眼外冒险惊心动魄奇遇记 或者就别起名了 语文学的好的朋友肯定能分析出来 这次行程总共分为了四部分 所以我们的故事从第四部分开始 一颗两颗三颗四颗 这边桃花树还真有开了啊 这是见到了第一颗开的桃花树 这是我们本次行程的第29天 我们将和队友们在318国道的通麦大桥分别 我和拓来福将开往林芝波密 等待今年桃花盛开 其他队友将爱干嘛干嘛去 路过易贡乡的时候 一路的桃花给了我们十足的信心 我认为林芝的桃花 或许会在5分钟之内全部盛开 但现实却深深给了我们一个大逼的 就是你看了 民宿的真相都不得了 有小桃树开花了 有小咚咚咚 我们去桃花沟看看 可以 走 如果没开的话 咱们就明天继续开 波密的桃花沟绵延几十公里 如果桃花盛开 那看上去肯定如同桃花盛开一样了 但我们被告知 今年因为天气较冷 花季可能延后 不过为了迎接这场即将到来的视觉盛宴 我们决定先去洗个车 正如你所见到 我的车被折磨成了这般模样 完全是因为本次形成的前三部分造成的 我们来到桃花沟景区 然后河两岸其实都是桃花沟 有十几公里之长 然后我们在这看 你看开花锅落了 这是我们来寻找桃花的第一天 咱以后每天就天天来一次吧 就认识这棵树了 咱给它起个名字 叫咕噜毒子 从此我的人生中多了一颗咕噜毒子 今天咕噜毒子好像又比昨天红了 你看开的比昨天多多了 已经有开的了盛开的了 这是我们在波密等待桃花盛开的第二天 咕噜毒子的变化让我看到了希望 于是我们决定沿着桃花沟继续前行 路边还有一个桃花世界 车可以开进去 这会不会是一处赏花的绝佳景区 一楼没开呢 开的时候 车停在下面 我觉得会很美 十二公里后 我们来到了另一个村子 曾经大约有三十几亿人问我 为什么看桃花非要去林芝 并说他们家楼下充电桩旁的桃花 早就接触苹果了 在我表达了内心深处的谢意之后 并问了他一个问题 当你拥有星辰大海的时候 你还会关心明天油价是否上涨吗 他说会 我知道当地人为什么说村子里的桃花好看了 有农田 有桃花 有雪山 有森林 相应城区 像一幅画一样 可是都还没开呢 寒暴待放 而且我们也不能进去 但是远远的看已经很美好了 这树也挺大的 咱也给它取个名字吧 叫土火罗夫斯基 从此 我的生命里除了咕噜独子之外 又多了一棵土火罗夫斯基 这两棵桃树 和楼下25亿碗的兰州拉面 成为了我在林芝的基板 接下来的日子 我和土来福将继续等待林芝桃花盛开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 但这一定是迎接这个春天 最有仪式感的事情 我是宿曼多 一觉醒来之后 我们应来了在林芝剥蜜的第三天 我和土来福 一如既往的去看望了咕噜独子 开了开了 开了三分之二了 感觉照这个进度下去 用不了几天就能吃上新鲜的苹果了 在回去的路上 我们发现了一处景点 名叫港云山林 据说也是中国十大最美森林之一 淡季飘价45 一路的风景 让我不忧的感叹 没辆车还真不好进来 哇 进来之后真的是 非常的原始 这个地走着很舒服 是的 很松软 这儿在2005年的时候 就被国家地理评为 中国最美森林了 的确挺美的 是的 素素你看那边可以看到雪山哦 一开始一切都还算正常 就比如见到这种沙包一样大的松果 让我相信这世界上 一定有比狗还大的松鼠 沙包一样大的松子你见过吗 哇 这儿的小松鼠肯定很很幸福 很快我们就见到了一只通体游客的巨型松鼠 咦 怎么走了 绕道了 他害怕我吗 再见 虽然几乎没有游客 但时常会有护林的工作人员出现 这让我们略感安心 但随着我们的深入 人类的痕迹逐渐消失 只留着一些七扭八歪的警示牌 在这期间我们听到了一声动物嘶吼 随后便被一只白色的巨型生物攻击了 这是一只极其罕见的白色霸王龙 不过很快我们就和他成为了朋友 并从他主人口中得知 这只霸王龙的名字叫德木 刚刚我们遇见一个游客 他带了一只白色的德木 他一个人 他是从这儿到那个千千云山王 他走了半个多小时来回 但是他没有找到千千云山王 而且听到了那一声 很恐怖的那个叫声 他说是野生动物的 大型野生动物不是他们家德木的 素素有点紧张 你别怕我带着馋呢 显而易见 千年云山王 是这里职位最高 年龄最大的那一棵山树 为了找到它 我将包里的火腿肠 紧紧地握在了拖来福手里 从那一刻起 我们就再也没见过游客了 这一棵树连根拔了 你不知道是什么造成的呢 小熊拔的吧 太可怕了 咱们看一下导航吧 地图这是 你看导航刷不出来 现在只有一点微弱的信号 我能看见咱们车的GPS 快到了 快到了 你看这不是这个接待中心吗 咱们车 咱们车停在这 咱们现在在这 然后正好是它的西南方向 行 对 然后我再看一眼那个指南镇啊 南 这边是南 咱们接着往南走点 应该就是了 千年云山王 应该没错 你害怕吗 我不害怕呀 你不怕遇到熊吗 小动物能有什么坏心眼啊 这儿有一副手套 为什么会留下一副手套 唉 你别想太多 哪还有经番呢 这个景区真的太野生了 一个人要是我真不敢来 幸好有你 你有带着肠呢 年老师后这个 感觉就已经很盼盼它 像是前年云山王 但是 这儿没有什么 什么事 不想它动物的事 它有只动物 应该是个猴子了 真的 再往前走走 马上 马上就成功了 是吗 可是 没有个局势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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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猴子是不是回去叫小弟去吧 真是小 我特别怕它一下子过来抢我东西 不会的 前面路不通了 没有任何路牌了 原住院安全的路牌都没有了 回去吧 我知道 走吧 特别害怕 回去了 对 也许就差几十米了 可是太危险了 你根本就不知道前方是不是 那走吧 你说会不会就是咱们路过的这一棵呀 我觉得它最像了 而且它很漂亮 苏苏 苏苏你说 警区的意思 是不是往这边走之后 这些粗的树 都有几千年历史了 不会吧 你多大了 那你小点 找点小动物吧 苏苏我觉得就是它 有可能 你看它还有一只小朋友 你好 我们就当时找到了 是的 至今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找到了那棵 所谓的千年云身亡 是与不是又能怎样呢 至少我们在这片值得敬畏的森林里 留下过足迹 很快 我们迎来了在林芝波密的第五天 今天下雨了 开的不错 嗯 桃花沟的游客逐渐多了起来 桃花世界里好像也被装扮了 感觉桃花真的快开了 你看还有人搭着露营的帐篷 这两个开的不错 这颗 据说一场雨过后 桃花很快就会怒放 下雨的第二天 是我和托莱福在波密的第六天 也是我们最伤感的一天 今天是咱们在波密的最后一个整天 嗯 是的 我们要回去了 哦 还有工作要做 很舍不得 咱们今天再把所有去过的地儿再去一遍 和几个老朋友见见面 哦 你还记得古纳村的那个书叫什么吗 图火罗夫斯基 哈哈哈 其实前两天也有人跟我说 哪里哪里桃花开了 咱为什么一直扎根在这儿 你想过吗 纸念 我觉得咱们是在看一个花开的过程 哦 嗯 你不觉得 是的 跟老朋友们去告个别 要举个工吗 不用了吧 握握手 抱一抱 我们再见还是好朋友 再往前走就是我们的老朋友 图火罗夫斯基了 嗯 看看他今天怎么样 前面那个就是了吧 是的 粉粉的 看这就是图火罗夫斯基了 哈哈哈 这名字不好念呀 然后想拥抱一下他 好朋友 你要好好开花 让你接下来 来的朋友们能够看到你最美的样子 今天最后一次来看咕噜咕噜的了 很可以了 放心了哈 是的 看看上面它的花罐 很茂盛啊 嗯 你认为什么是春天 我们在林芝的日子并不长 但似乎经历了一整个春天 因为我们认为的春天一定是一朵鲜花 从含苞带放到惊艳盛开的过程 错过了今年林芝桃花节 我并无遗憾 因为我很有幸目睹了整个春天 我是苏曼多 一觉醒来之后 我和托莱福来到了四川 我们在甘孜自治州 用了三天时间完成了积顶工作 并逐渐适应了4000多米的高海拔 随后我们前往阿爸自治州 开始了自己的旅程 我们的第一站是马尔康 也许你从没听说过马尔康 所以我建议你去听说一下 将这里作为第一站 我们主要是为了见到一个人 诶 罗周 我马上到了 好的 你直接导航到那个酒店那就可以了 好的好的 激动吗 激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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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出来我自己都信了 我和电话里这个男人认识了16年 在我短短500年的生命长河中 这个男人一定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在这16年里 这仅仅是我们第三次见面 他叫罗周贾尔科 藏族人 我们在2006年相识 当时罗周是酒寨沟的一位演员 我们在后台聊得很是投缘 我便送他了一件随身物品 当作信物 从此我们便一直保持着联络 现在说出来多少感觉怪害臊的 这是我自媒体生涯中第一次穿首都民族衣服 够重的那种 已经穿了一下了吧 就是还没有腰带呢 这个意思是吧 嗯 对吧 哈哈哈哈 这样穿开一点多 你待会儿 特别重 纯羊毛的 有这个意思了哈 一叫醒来就变成康巴汉子 第一次见罗周的时候 你不看见罗周第一眼的什么状态 他那个脚在这儿 在那个酒寨沟高原红是吧 那个后台 比如说我们在练功嘛 嗯 不知道为啥就是比较聊得来好的 然后来完了之后 送给他一个信物 对对对 什么信物呀 一个水晶的挂设 水晶的挂设 这上面有一条龙 一条龙 这是2013年我们第二次见面 那时的罗周在酒寨沟经营着一家藏餐馆 和一家礼品店 当时他告诉我 那件信物他依然每天挂在家里 然后第二次是13年7年 然后这是第三次9年 9年吧 就是 时间过得太快了 哎你还没告诉你罗周加尔科是什么意思 罗周就是我们藏语来说是 智慧的意思 智慧 嗯 佳尔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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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智慧的胜利者 也可以这样继续 这个是安多的葬妇是吧 这边就是 这个就是这地区的 哦 这是佳容地区的 那算是佳容的葬妇吗 对 也算是佳容葬妇 对 很暖和 这个也很暖和 就像这个怀里面就像一个包一样 哦 里面可以装东西啊 一些传统的有的说法 葬套的这个后面就是小孩的摇篮 哦 可以背在这里面 先如今的罗周 已经是马尔康最大的葬餐工 图伯林卡的老板 这就说明接下来将是我们享用美食的时间 请做好准备 这是手抓猫牛肉 手抓猫牛肉 手抓猫牛肉 对手抓猫牛肉 就这样就是放在这上面这样自己切 这是生的吧 生猫牛肉吧 对对 这是生猫牛肉 这个呢就是牛鼻子馒头 刚才一上午就闻得了特别行 里面是空心的 对 里面加一点酥油 加一点奶炸 然后就软吃一口就这样吃 这是酥油炸 酥油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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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青壳面做的 对 青壳面做的 这个是炸猪皮 这个不是 这是人参果 对 之前在这店里边 回来无穷 回来无穷 上次是拿那个盖的米饭 对对对 盖的米饭 这个是存在里面没有什么其他的 所以来图伯林卡要点一碗米饭 然后再点这个撒上去吃 这是荷山包子 里面也是猫牛肉 猪肉有牛 猫牛肉 对 然后一般还会吃什么 会吃羊肉 就是不吃那个海鲜类的 就比如马肉啊 狗肉啊 还有这些鱼啊 这些海鲜就是藏鱼 集会的一些东西 所以它必须得喝咸的 对 喝咸的 不咸不正宗 对 这个有高饭的 治高饭 对 那你得多喝点 看能开始吧 开始 有口水的 生的 特爱是生的 对 就蘸一下这个 这个酱料 对 今天咱这桌 是不是特别 纯正的藏餐 对 纯正的藏餐 甚至我牛肉 有点酸酸的 然后 挺好的小块 谢谢 你听这个声音酥脆的呀 扎出来的嘛 这就是本地的 加入藏族的 藏族就分三大藏区 就是一个就是西藏那边 叫我们藏语所说的 卫藏 汉业上就是卫生的卫藏 然后就是安多地区 就是青海四城 包括这阿巴州的这个家里地区 都是属于安多 然后就是康巴地区就是 甘孜的那边 礼堂啊 昌都啊 德格啊 这些地方就属于康巴地区 三大藏区 就是分的地区 三个地区 佳荣就是 我们藏语里面就是 所以就是农区的意思 吃的习惯了 习惯了 太习惯了 我想问一下咱吃藏餐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礼啊 或者是什么需要大家注意的 机会用左手滴东西 或者左手就拿东西 哦 是机会左手拿 对 比如滴东西啊 吃东西啊 都是用右手 不能用这样啊 这样这样 必须是用右手 最好的就是双手 后来罗州告诉我 那家信物在他搬家的时候弄丢了 而搬家的原因 正是因为那次酒寨沟强地震 但在我们这次离开马尔康的时候 罗州却做了一件 让我不知所措的事情 那个回头再说 因为作为一名旅游博主 吃饱了之后 事业还是要搞的 今天呢 咱们来到第一站 就叫做卓克基吐司关寨 是这儿最有名 而且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 吐司都知道吧 注意看字幕 是不代替手旁的土 这里的吐司 指的是古时候 一些少数民族不足的头目 所以跟你的早餐 并没有太大关系 素素你知道阿莱吗 特贵那相机哈 不是我现在说的是一位 出生在马尔康的作家 他叫阿莱 他最有名的就是这一部作品 叫做陈埃落定 我看过这本书 是我爸的书 当时我看的时候才是小学 其实是看不懂的 昨天呢 我又简单的重温了一遍之后 特别简单的重温了一下啊 然后我就想起来了 回想起很多故事情节 还有一部电视剧 是根据这个作品拍摄的 他就是在这儿拍的 现在就是我们要上去的这个地方 叫卓克基吐司观站 这部作品呢 真的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看 他也是一部描写了 以一个吐司儿子二儿子二少爷 大家都叫他傻子 然后呢 从他的视角 看到整个吐司这种制度的 从新升到衰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谁演的呀 不能说 你自己回去搜搜看 这座观站始建于乾隆年间 相信那个时候 你可能还没出生 这座建筑1936年的时候 毁于一场大火 不过后来又重建了 外国有人呢 就称这是 东方建筑史上的一颗明珠 哎这句话 我觉得有点熟悉 这张字幕好像打过 好像还有一个别称 叫东方的建筑明珠 感觉他们称哪儿咱们 那看见建筑都是明珠 上一回是福建土楼 古时候藏族吐司的等级制度 十分森严 并且是世袭制 等级划分 意思是吐司下面是头人 头人下面是百姓 百姓下面是科巴 科巴下面是加奴 加奴下面就是地球了 当时在吐司制度之下 它的等级非常的严苛 所以这里是下人吃饭的地方 是下人是不能上二楼的 所以他们都在这吃饭 这儿他们是不吃肉的 又下人是没有权利吃肉的 他们就吃瓷巴呀 然后就这些喝点酸奶 吃点酸菜呀这样 那这个如果是在长安落定里面 就是麦奇吐司 他在这吃饭的地方了 很富贵呀 我想吐司应该是坐在这儿 然后他的家属们 大太太 他的大儿子 二儿子 儿媳妇 然后就坐两边 宋祖 咱们现在要来到最尊贵的房间 孔司住的套房 就是酒店宾馆里边最贵的那种 对 这是应该他其他的会客厅 日常的时候都在这儿见客 然后呢跟着我来 哇他这个真的是套房 先从这儿来吧 这就是他的住处了 雕花大床 你看还有三个台阶 哇你看这个 上你歪歪儿 不不不不不 他的储藏室 他会储藏一些什么东西 所有的绿松石 珊瑚 金元宝都在这儿 这是我们在马尔康的第一天 不到三千米的海拔和事宜的温度 让我们在五步之内都不会再喘了 接下来的几天 我和陀莱福将继续留在马尔康 探寻这个你可能既不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我是苏曼多 一觉醒来之后 我和陀莱福还在马尔康 在罗州的指引下 我们开始了对这里的探索 不知道罗州是谁 说明你肯定没看上级 我会不高兴 但我忍着 昨天下了一晚上的雪 挺厚的 上车吧 怪冷的 马尔康不算太大 自驾去一些比较有名的景点 也只需要不到半个小时 但因为大学封闭了不少道路 我们可选的也就不多了 苏苏这儿就是松岗古雕 在那个藏域里 它是峡谷口的一个观寨的意思 一手难攻嘛 峡谷口 对吧 所以它是一个防御功能的 想起八个字来 一夫当官 万夫抹开 咱们去一探究竟 说起松岗古雕群 你也许不太熟悉 但要说起科盘天街 你可能就更知不到了 这两处景点在一起 一高一低 一冰一伤 一荤一素 一咸一淡 就感觉很有哲理在其中 天呐 我的用词已经惊艳到我了 素素 你看我身后就是那两座古雕 据说还是会倾斜2.3米 被称为中国的比赛鞋塔 而且这里经历过多少次地震 它都屹立不到 现在咱们脚下 这是科盘天街 你知道为什么叫科盘天街吗 好像说是这个地方有一个松岗 叫松岗土寺观寨 当年呢 他们为了着急 就是让自己的当地的经济更繁华呀 然后就建立了一个集贸区 它就成为了家戎地区 特别特别繁华的 最繁华的一个集贸区之一 然后呢 那些商人呀 全都过来 在这买东西买卖东西 因为这个天街 它位于高山之上 经常被笼罩在云雾之中 所以他们就取之为叫天街 松岗土寺观寨 建于南宋时期 只不过也被一场大火烧毁了 后来就没再重建 不过据说当年是按照布达拉宫的样子盖的 所以也被人们称为第二布达拉 咱们现在就在这个古雕楼的脚下了 我特别好奇就是相传的这两个雕楼之下 还有一个岸道 然后还有井可以存储什么大白菜呀 酸菜呀 我特别想知道那个岸道到底有没有 但是应该我们是进不去的 这个地方真的是一手难攻啊 咱们绕着这楼走一下 看看有没有入口写着欢迎光临 我们还想绕着走一圈 让这儿没有路了 那边不能走吗 不能没有路了 就特别窄还有雪 特别窄还有雪这边已经是山了 别过去了 酥酥你看我身后这就是柯寒天街了 真的像在天上一样这条街 海拔还是很高的 现在海拔多少呀 才两千五 才两千五 骄傲了骄傲了 从山上眺望天街 似乎依然能感受到他昔日的繁华 我依稀能回忆起当时的心理活动 在这被白雪覆盖的秘境之中 选一家中意的咖啡馆 点一杯热腾腾的仪式哥的汤 撒上些许香菜 这趟旅程岂不快在 但令我没想到的是 直到我们离开 这只松鼠是我除了突来福以外 唯一见到的哺乳动物了 我们找到阿赖书屋了 真是这没人关着呢 其实整个科班天街 除了咱俩之外 没有任何其他人 那我们摇个铃 证明我们来过 我是宿曼多 一觉醒来之后 我和托莱福还在马尔康 接下来的一天 我们将去寻找一个圣窟 也是罗州推荐的 他说只要跟着导航 抵达圣窟门口 再走个三五分钟就能抵达 导航和罗州都没骗我 只是他们知道 上山的公路已经被封了 我们只能选择徒步 现在我们要徒步上山去寻找 一座建在悬崖 一个山洞里的圣窟 叫做毗卢遮纳圣窟 它是唐朝时期 有一个特别著名的 藏族的文学家和翻译家 他在这修行过 留下了非常多的圣迹 这个圣窟也以它的名字 而命名就叫做毗卢遮纳圣窟 这个路挺窄 挺艰险的 小心一点 我刚下过雪 哇 这个转金桶 我刚才一看眼就化了 一个房子里边三个巨大的转金桶 应该是底下那个河 河水 在让它转 真正的艰险还没来临 当我们吃着火锅唱着歌 走在山间小路的时候 小路却不知不觉地消失了 刚才下面大爷说 遇见一个分炸路之后往右 应该是这儿吧 是吧 那边应该没有路了 好多转金桶啊 走吧 路不太好走啊 刚下完雪这路太难走了 继续吧 走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在地上捡了一根这么翠绿的竹子 就有点格格不入了 是的 是哪只小熊猫 留下的吗 我要拿着我的小绿汁 真是幸运的小绿汁 这可滑了 感觉再往前叫钻小树柳似的 黑乌乌的一片 上去就好 上去就公布了 好 慢点儿去 毗露这那圣枯 海拔大约在4000米左右 不过在高原的日子里 我总结了一条经验 克服高返最好的方法 就是别去高原 咱们有走了半个小时吗 不到20分钟 我已经出汗了 心跳加速 刚才耳鸣了一下 如果开车的话 还一分钟 哇 你还好吗 你一个人承受了所有 要不要拿无人机探探路 可以 目前我和拓来福 面临着两个选择 一是原路返回 这期直接上片尾 二是在落两分钟的 于是我们选择了B 顿角 从这儿就不过上去的话 右边就是公路了 右边 这儿是开车上面那条 特别平的公路 这个开车的这条公路 特别远 是在深点 应该是在半山腰一个山洞里 我是觉得快到了 没有吗 我们又再一次面临了选择 一是继续坚持难走的临间小路 好处是可以直搭山顶 坏处是废腿又废鞋 二是选择平坦齐驱的公路 好处是省腿又省鞋 坏处是没意思 所以我们依然选择了顿角 但很快有意思的事情就来了 到公路了你看 到公路了你看 对 上来了 开公路 这公路好走点 是的 而且没有车 车不让上 有车的声音 能缩车吗 谢谢 谢谢 谢谢先生 哇 谢谢 谢谢 太好了 就生苦 辛苦了 拍一个照是吧 对 太幸运了 好开心 一下子好轻松 哈哈哈 您怎么称呼 桑班 桑班 对 桑班师傅 Museview的是吧 对 这边游客不多 游客不多 因为下面不是门栏了吧 哇 这里就必须大了 您是一直在这修行吗 对 您在这多长时间了 七八年了吧 七八年 哇 那就生苦往这边走下去 好好 太感谢了 谢谢 美女 美女 爱好 太好了 咱们继续走 然后师傅是 三班师傅是山顶的那个寺庙 我们去生苦沿着这条路走 苏苏要感谢 我们拿了一个小绿枝 还剩234米了 哇 从1.8公里到234米 太棒了 盛库就在这儿了 没看见啊 应该是前面这儿绕过去 这里面应该是 应该就是这比二代还没看见呢 好像是这儿 是 是 苏苏你看那个地方 那个小房子就在洞里面 那是闭关修行的地方 慢点儿花 哦 我看见有人 哇 修这个也不容易啊 不打扰吧 我们看一下 您在这儿多长时间了吗 67年 哦 也67年了 皮鲁折娜大师 是公元八世纪的一位图博翻译家 经历极为坎坷 据说他曾在这座天然形成的洞窟中修炼 其实皮鲁折娜还有更深层次的事宜 怎奈我学识有限 也就不再次亵渎了 但皮鲁折娜大师 对于文化的传播 却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皮鲁折娜的木杖 巨型的那个石头 那个木头正好你看 洗到一个支撑的作用 哇 很甘甜呀 本来长得有点甘 现在不甘了 是的 咱俩现在去山上的一个小房子看看吧 那应该是师傅闭关修行的地方 随着身高的增长 拖来福的恐高症日益恶化 然而这种人设逐渐建立起来之后 却给我们接下来的旅途带来了无限的欢乐 不行啊我 你上去吧 我往下看了一眼我 你在这等我啊 啊 这是做饭的地方 果然辛苦了 这儿锁着呢 就没有什么了 准备下去 这儿有念经的事 看看 哦是这儿的事 这是个什么地方 哦是个厕所 是个厕所 就没什么了 还有一些柴 锅 下去吧 我回来了 你等会儿 我和拖来福在春期的故事差不多讲完了 不过好像还欠了一个 就是那天罗周做的让我不知所措的事情 因为事发突然 我没来得及用相机记录 那是在我们离开马尔康的前一晚 罗周交给了我一个盒子 就是他 里面装着他母亲家传的两样随身饰品 他说希望能为我们接下来的冒险 带来好运 这将成为我们之间新的信物 具体是什么就不透露了 因为此时 除了我们和罗周 所有人都有一套自己的估值标准 而在于我 这份礼物却是无法顾量的 因为过于珍贵 无以回礼 我们曾再三推辞 而罗周却说 有些时候人不要总想着得失 而是要尽情表达 我是苏曼多 一觉醒来之后 我和拓来福将开始一段新的冒险 离开四川后 我们即将前往青海 完成一次艰险的穿越 三月份的青海依旧天寒低洞 不过我不怕 因为彻底有空调 我们计划寻找到三江之源 前途未卜大雪封山 未知的困难接踵而至 但我有信心做完本期视频 现在去明沙山腹地烧烤 跟着我们的车神大秦 前往青海之前 我们首先要抵达敦煌和朋友会合 一路上 我们经过了一个游客都没有 且不让进的翡翠湖 以及这个 所以说奥特曼就在你我身边 一定是有科学根据的 他叫大秦 有着明沙山腹地一杯 两公里车神的美誉 接下来的日子 我能不能活着完成这次穿越 主要看他的心情 出发前一天 我们将一起前往明沙山腹地 完成冒险前的最后一次迷烂 中间呢是铁皮筒 铁皮筒里放了一只大羊腿 这样可以锁住水分 三个小时就行了 所以这个方法是你发明的吗 做综合集中价所长 研究出来了 这无疑是利用了 核聚变和叫花鸡的原理 吸收天地灵气 同那之间 让整个人精力充沛 明沙山腹地一杯 两公里车神迸发出的智慧 让我对未来的冒险充满了信心 沙漠里吃火锅 然后再还有烤羊腿等着 还有烤土豆 这里的地儿还挺大 居然还有蔬菜 我觉得咱俩半个月也没吃什么蔬菜了 是啊 真有劲 这过去两三个小时了吧 差不多了 你打开你可以炸开 可以吗 哇 这在外焦里面 素素来一口 你先吃吧 别啊一堆肉没肉 敦煌烤王 带大家伙我们来干一个 干两个吧 干一个 哦 水啊 哦呦 这个牛肉 香啊 好吃不 有蒜香 这个肉嫩的 请记住这顶帐篷 记不住也没关系 总之接下来的日子 它还会出现 不过帐篷里的食物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青海穿越之旅正式开始 我们从戈尔木出发 沿109国道南下 第一站是昆仑山大峡谷 素素你看这儿 我们到的是昆仑山大峡谷 看到了第一个地方啊 然后你看那个冰这么厚 看到了吗 那儿已经有水融化的了 春天来了 你别再往前走了 经过昆仑山大峡谷后 就基本告别铺庄公路了 接下来 我们将面对大段的搓板路 为了缓解路面带来的颠簸 我们将给三辆车的轮胎放弃 有了前一阵的经历 面对4000多米的高海拔 我也能做到吸完仰之后微微一笑 我们要停在这儿吃中午饭了 12点半了 啊 高原雪山 一路的风景和各种石肉的小可爱们并没有让我们迷失 因为大清告诉我 今天的路况相对简单 所以在天黑前我们找到了黄河源头 这里是一处景点 因为季节原因 景区的工作人员大概率是先年假去了 旅游电瓶车也都在冰天雪地里冻着 所以最后一段路我们只能徒步 黄河源头就是这儿了 但是我也很吃惊的是你来 到这儿还有道次一游呢 真的都别客了好吗 你看 真的我觉得这个并不值得骄傲啊 国家地理标志 这么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了 这个是国家地理的标志立的一个碑 就是源头的那个点啊 看 这儿 这儿这儿这儿 你看2008年9月 准确来说 这只是众多黄河源头中的一个 其他几个都在保护区内 我们不能前往 我要装点雪进去 我有点激动 我身后这个围起来的 就是全眼了 等夏天的时候 那就是黄河母亲河的源头 我们现在可以脑补一下 我接着装啊 天黑前 我们赶到了麻多乡 因为现在是淡季中的淡季 乡里唯一一家宾馆也歇业了 我们只能借宿在一个半名半商的老乡家里 虽然这里经营饭菜 但基本上也要我们亲自动手做了 我老师 今天我们是为了亲自 为我们做饭 我们都帮着忙吧 她叫伍师傅 接下来的日子 我是否会饿死 我要看她的心情 放点汤就暖子了 好 待会儿带你上咱们那里住的地方看看去磕山西 嗯 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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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可以进吗 很盛大呀 怎么样 要么盛大 走 看看咱们那个屋子 很富贵啊 来看看 这是咱们两个的淡季儿 哇 没他们的花盛大 对 然后有垫柱子 哎 垫柱子呢 没有吗 我找个插卸板 那我那有插卸板 那等会儿我来看 挺好啦没问题啦 谢谢刚哥 好开心 这儿应该是这边 唯一一个能住的地儿了 不错啦 有住的地方就可以 睡不了的时候可以吸点 我现在感觉凉好 我也是 第一天圆满结束 第一天结束了 我们总共行驶了340公里 虽然历经零下30度的低温 和4500米的高海拔 最终还算找到了其身之处 但幸运并未天天降临 接下来我们将会面临更多的挑战 我是素曼多 一觉醒来之后 我和突来福还在青海 我们即将出发寻找蓝沧江源头 前一天我们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 完成了一次快乐的堂食 今天方圆几百里人计喊致 按理说不会有外卖小哥这么贴 所以吃泡面成为了我们每天最快乐的事情 就上市了 对对对给我给我 拿点醋吧 哇 我带着醋呢 太好了 咱们醋在底呢 不好拿算了 慢聊慢聊 筷子 用高压锅烧的冰 一年没吃饱面 两年 太舒服了 很不错 有点感动 咱们把这个肠吃了吧 吃 哇 吃的浑身热乎乎的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其实咱们这么风尘浮浮 中餐露宿 是为了啥 错峰出行 是的 一路上我们经过了扎陵湖和鄂陵湖 这是黄河源头最大的两个高原淡水湖泊 海拔4300多米 黄河之水首先注入扎陵湖 之后穿过峡谷流入鄂陵湖 最终汇聚成滔滔不绝的母亲河 据说这也是当年松赞干部 迎候文成公主的地方 我没赶上 不然高低得凑个份子 我们在远远的遥望了两个湖泊之后 继续前往牛头碑 这是当地为了振兴旅游业 建立的标志性建筑 长时间在沙石路上行驶 让我们迎来了第一次爆胎 整个车胎爆了 你看我第一次见 天天爆成这个样子了 想到了爆胎 没想到这么早爆胎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借此机会我们来讲解一下 大家在路上爆胎之后 很容易遇到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千斤顶只有这么高 龙胎爆了以后 它的整个车桥下限比较厉害 这个千斤顶塞不进去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解决 往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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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找一些比较厚的东西 比如说石头 或者是在这儿堆一个土堆 或者拿车上的一些东西 作为支撑物放在这里 把车开上去 然后再打击击你 有了这次经验 如果日后再遇到爆胎 我就可以给大秦打电话了 我们从马多县 一路开到了智多县 一路540多公里 却用了十几个小时 总体下来 没遇到太多的麻烦 但接下来的一天 才是真正艰难的开始 我们现在是全队的希望 嗯 加油 我们已经露好了 我是让原来的路露出真面目 车折叶来就行 嗯 正所谓能力越大 饭量就越大 本来就不平整的道路 沿然被大雪覆盖 我和拖来福 凭一己之力 为车队冲出了一条条道路 但也不是每次都这么幸运 一条条路 那是狼子脚业 如果一个人在这种地方 最多能绰绒多久呢 我觉得我半个小时我就不行了 如果一条咸鱼能卖3块6 那么接下来这条建议价值1亿7千万 那就是自驾的时候一定要戴墨镜 尤其是在血缘之上 长时间的雪地驾驶很容易引起血盲症 要不是我把墨镜丢在了四川 绝对不会想出这么优质的建议 但终归不能闭着眼开车 我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行驶 现在入风了 我们只能走这冰面 好紧张 慢点 我也有点紧张 如绿波冰的感觉 我想听听冰裂的声 这种初启的地方是动的最结实 因为它是全眼 天色尖暗没有了光 自然也就失去了奥特曼的庇护 所以我们将在路边扎营 帐篷是充气的很快就能扎起来 但我们却忘却了 在这之前有辆车已经掉进河里了 加油 我感觉自己现在像是一个原始人 原始人还没有汽车可以庇护 外面超级超级冷那边乌云密度 还有两只赞毛 在不远处 一直在叫 我以前一直看原始生活 就是一个纪录片 一对男女 他们让他们正在野外去求生 然后我当时就想过为什么 我可能只会钻木去火 我现在觉得我什么都不会 希望我们这次还可以顺利 顺利到达林芝看桃花 或是来看桃花的 今天晚上 我把能穿的所有能穿的都穿上了 好冷啊 加油 一二三 加油 哇好棒啊 哇 在我们营救的时候 围过了几只狗子 据说是牧羊人留下的 他们是过来看热闹的 像是街坊 憨好的外表 以及不紧不慢的做事风格 让我一度认为他们只是松狮 但当武师傅开始煮羊排的那一刻 十里八岁的狗子全都来了 都围过来了 围了一圈是吧 转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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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无位 这一天11个小时啊 我觉得还是挺成功的 今天这边 几十只狗子在帐篷外不停的狂吠 听起来像是马鸡 嗓子都哑了 最终我们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 将吃剩的羊排分给了他们 看我外面有三只狗 二三 没睡觉了 单独的小单独 大家都嫌弃咱们的这个 睡太薄了 确实有点宝 这个衣服脱了是用来盖着 发现咱这帐篷真挺大堆的 哎 你应该有个拉链 拉链拉链 你拉下来就钻进去了 大家都穿了 你看咱们自在枕头多爽 哦 没睡了 给你了 我看 乱子 你还怕我活 我不怕 你手皮 小动物能有什么滑心眼睛 摇你的脚趾头呀 要睡觉了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据说有狗的地方就没有狼 就从这一点 感觉狗子们比我老板都仁义 最终我们在狗子彻夜不停的叫骂声中入睡了 零下三十几度 强大的意念让我们认为挺暖和的 距离蓝沧江源头不到三十公里 这让我们志在彼得 但天亮之后依然有更大的麻烦等着我们 我是苏曼多 一觉醒来之后 我和兔莱福还在青海 经过了一夜的休整 我怀疑我的身体还都健全 于是我们开始了前往蓝沧江源头的旅途 距离重点仅剩二十公里 但据说比我们早出发的老英雄们 今年还未曾抵达 虽然经历了零下三十几度的夜晚 好在车队里并没有出现中暑的情况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今天感觉还不错 昨晚上在帐篷里睡着 我觉得一觉睡到天亮 什么都没有发生 狗叫都没有听到 然后呢 他就还不懂 老老实实都在这趴着 据说他们昨晚上 叫了一晚上 每半小时叫一次 比闹力还准时 今天的路程也是会艰难一些 但预祝我们顺利吧 作为三辆车里最便宜的一辆 我和拖来福依然作为头车 负责冲开路面的积雪 所以冲下路基的情况 也通常是可以理解的 当我的小汽车 以26度的倾斜角 呈现在我眼前的时候 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我们才用了最传统的脚盘拖拽法 试图将我拖回路基之上 几次尝试均以失败告终 脚盘都哭了 有点什么都没有 在等待救援的车 你别紧张 我不紧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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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太棒了 啊 终于跌了 这是车胎的轮子的印 很棒 感受一下 很显然这是利用了核裂变原理 并以刘刚宏第八套银宝剑操作为理论支撑 最终我们被拖回到了路面上 但这也仅仅让我们行驶了7公里 随着积雪的增后 漂亮的大聪明们 打算将接下来的13公里徒手挖开 不过这显然不太现实 于是我和陀莱福 打算采取另一种更为合理的方式 那就是走过去 相信我们的热情 会融化着短短13公里的积雪 艰难的行进了20米后 我们的热情用光了 于是躺在了冰凉的地上 刺眼的积雪给了我们新的灵感 那就是既然到不了源头的纪念碑 那不妨我们自己做一个 出个鞋 出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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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头背景是山 别的任何的影 对 蓝苍江你等着 现在呢 我们一路激流涌进 三辆车到这儿停下来了 为什么呢 我们已经过不去了 雪太厚了 那从这儿距离蓝苍江源头 还有13公里 我们就决定就此暂停 下次再进行运离放弃 所以我们在这儿 另一块背上面写着 蓝苍江你等着 我们还会再来的 我们基本上与蓝苍江源头 擦山而过了 接下来我们只能继续寻找 三江源中最后的长江源 在寻找长江源头的路上 还算一切顺利 只是长时间的下山路 让我们全部换上了防滑链 救援次数也控制在了200次以内 基本趋近于零 不少道路在雨季时被冲断 但在大秦强大的意念之下 我们也还算勉强通过 接下来 我们将徒步突破 这次青海之行的最高海拔记录 现在我们去寻找 长江的源头 南远 步行1.2公里 防滑4公里 雪很深 现在海拔已经快5000了 感觉还可以 我们寻找的是长江南远 海拔5200米左右 长时间的高原旅行 让我逐渐克服了高反 不仅能大跳 还能小跑了 这让我不悠得想起年轻时的我 那时的我还是很年轻的 现在4980米 马上要5000 我们就要到达周年了 我现在就是特别热 没有想到有一天 我们能来到长江的源头 但是 我觉得我们可以 是吧 素素 有梦想 谁都了不起 你来做个总结 这杯脏了 擦擦了 现在我们往下走100米 就是源头的坐标 但是现在可能雪有点大啊 没有显露出来 我们去看一看 在这儿 啊 找到了 长江源 中国探险协会 就在这儿 下面其实有一个坐标点 但是现在被雪次带过了 已经感觉很做好了 好想带一些雪回去 就是长江源头的雪融化之后 我觉得我可能只能来这一次了 我要好好的收藏它 历史上人们认定长江有四个源头 直到上世纪70年代 才被定为三个 2008年中科院在此设立纪念碑 后来我们联系到了在此立碑的科学家 并向他表达了我们最崇高的经历 我教你怎么跑不累 上半身保持步 平衡不用力 只有腿用力 像现在这样 走错了 听得见吗 你怎么跟闪泡子似的呀 别走啦 完蛋了 这得下雪里 拥抱我们的脚车车 我终于回来了 风 太大了 我回想起托莱福问我的问题 其实咱们这么风尘扑扑 风餐露宿 是为了啥 年幼时 或许我会回答 我要挑战自人 后来我可能会回答 我要挑战自我 直到现在我可能会回答 无非是为了看看 看看那些 以后可能一辈子都再也无缘的东西 莫说征服 可能一个小小的深坑我都搞不定 借用罗马罗兰的一句话 结束本期吧 他曾说 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 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后 依然热爱生活 和复杂的路况 让我们不断改变着原定计划 不变的是 我们对这里的痴迷 和做完本期视频的决心 现在早晨六点半 我们要去蜘蛛寺 看日出 但不知道 到了之后 能不能赶上日出啊 40公里的路程 我们用了将近两个小时 按理说 这速度连狗都念不上 黑灯瞎火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慢 好在我们还算手脚灵活 基本上算是赶上了日出 但其实看不看日出 倒是次要的 来到这里 我们还有着另一项使命 我们现在就要去 攀登蜘蛛寺 要去到那个天门洞 那个地方 蜘蛛寺呢 海拔是4800米 是西藏海拔最高的寺庙之一 你说的是之一 但你知道最高的是哪一个吗 还真不知道 是荣布寺 5100米 哇 然后呢 我们都在盘山路太艰难了 差不多有40多个弯吧 之前呢 就说来到这儿的人 就是有缘人才能来 蜘蛛寺 自位于藏东地区的丁青县 比较有名的是这座天门山 也许你会好奇 这间白色的官房是如何建造的 不瞒你说我也好奇 所以秉承着打破砂锅就得赔的精神 我们即将攀登至此 我们现在要一路前往天门洞 然后天门洞 左边有一个在悬崖峭壁上 一个小白房子 以前是一位大师在那修行的一个 蝉房 然后再往上走就是天空之侧 我们最终的目的地 走吧 你没听错 词厄厕 据说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厕所 找到它便是我们今天的使命 这间厕所不仅能当正经厕所用 而且风景美如画 这让我们如鸡似渴的想要一度为快 那个地方就是某位大师修行的产房 几个木柱子架在悬崖峭壁之上 我很好奇它当时是怎么建成的 你是有恐高了吗 有点忒陡 太陡了 太高了 马上就到了 你闭着眼是吧 你闭着眼 我也能想象 这儿就是战巴南科大师修行的地方 这儿还有他的脚印 这里是能进的吗 能吧 你们没进去吗 没有 可以进吗 可以进 现在没有了吗 嗯 这是一个一山洞而建的一个小房间 这儿可以打开看看 谢谢 哇 你看这个风景 刚才我们在下面看 这个房子下面是有三根木柱的柱子 枝起来的 是从这儿上吗 不知道 好像是吧 我们现在去找天空之侧 也就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那个厕所 风景特别的好 我用第一视角去上个厕所吧 你去吧 请 走 就是这个吗 还得往上吗 真是个厕所 打个马赛克尔吧 哇 这风景 这是站起来的视角 这是蹲下的视角 这是蹲下的视角 然后 视角 我拉你一把 好 我不敢动了 来这儿上厕所也不容易啊 很透气 很通风 风景真的 这边多好 哇 真的有人在这里上厕所 不行 我晕了 你不会晕在厕所吧 我手已经抖了 那你下来吧 晕在厕所很尴尬 如果你家的厕所也有如此美景 你会多喝热水吗 参观完天空之侧之后 托莱福在下山的过程中 又展现出了他惊人的恐高能力 你可以吗 我可以吧 我觉得我可以 同行的朋友拍下了这惊险的一幕 记得上一次托莱福酷成这样 还是在上上次 你还记得这个镜头吧 身顶上落着的几只小可爱 分别名叫大娃 二娃 懒洋洋和奔波吧 统称为突救 至于他们为什么会在这儿 接下来我可以给你点提示 底下那个有一个空场 摆塔左边那个空场 摆着木墩子还有那个斧子 知道是干嘛的吗 不知道 不知道最好 也知道了 我是素曼多 一觉醒来之后 我和托莱福还在西藏 从青海进藏 我们选择了一条名叫杂多秘境的道路 别问我这名谁起的 问了就知不到 即将抵达重点的时候 大雪封山 我们被迫选择其他道路 但一路上被我们营救的老乡也是不计其数 素素 你看那藏族小哥还挺帅 你别那样 我们做好事从来不留名 顶多做个视频渲染一下 我们在荣布镇休息了一夜之后 即将出发寻找味容冰川 一路上我们饿了吃泡面 渴了喝面汤 每一桶老痰酸菜 都被我们倾注了无限的情感 但这美好的一切 却在今年3月15号戛然而止了 实力吗 外部弯那个 是对的吗 真壮怪 好 我们刚刚开了很久的盘山路 终于来到了布加雪山 这儿是藏东地区最高的 海拔最高的山脉 它有6328米 然后呢你看这个山谷中间 这儿有一块冰川 它叫若蓉冰川 它独特之处就在于 它是一个悬冰川 悬挂在这个布加雪山之上 从6328米清闲而下 它的整个的垂直距离 有2100米 它是现在世界上发现的 最长的落差最大的一个冰川 刚刚我们见了一大群的羊 然后从我们的车旁边奔跑 布加雪山其实是一个生态 非常非常保护得非常完善的一个地方 它还有黑井壳 说还有雪豹 但是没有人见过 说这儿是一山见四季十里不同天 虽然不知道冰川的水流向何方 但今年的第一杯我们提了 清凉可口甘甜非常非常好喝 我感觉好像是大自然给它过滤完一样 冻坏我了真的好凉 接下来我们即将去寻找三色湖 也就是说我们来到了西藏昌都的边坝县 不过这个时候来好像不太是时候 我们来到三色湖景区 但是因为现在来的时候不是时候 水呢都还没有融化 你看前面是冰川 我们就只能先来冰湖看一下 我们一路开过了黑湖白湖和黄湖 但是基本都没有水 我想夏天来的时候应该会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景色 虽然湖面结冰 但我们依然有的玩 因为据说爬上山顶的达宗遗址 就能俯瞰三个湖泊 一路上满地的小石头 给我带来了无限的快乐 所以我们很快就迷路了 叔叔咱俩走丢了 我知道早就知道了 但是这儿能看见黄湖了 你捡了一路就是因为你捡石头 所以我们两个完了 你给我看看你捡的石头 达宗遗址是旧葬时期当地政府的办公场所 已经有几百年历史 海拔四千多米 没有电梯 浮体也没有 来这上班可以说是费劲费大了 接着走吧 来吧我好像找到路了 从这走 哎呀你快一点 哎呀 太可怕了 上去上去 上去 上天为我们关上一扇窗的时候一定顺手把帘拉上 我们不仅没有抵达达宗遗址甚至连下山的路也找不到了 那我们是不是鬼打墙了 那我们是不是鬼打墙了 这不是刚才那边吧 这景色也挺好的 看看湖吧 这不就下来了吗 看他没走这儿啊 可是这有脚印 那会是谁的呢 会不会有人跟踪我呢 为了要我兜里的这堆石头 对了吧 那个遗址是以前旧政府的遗址是办公楼办公区域 那他们每天上去真费劲 啊黄湖就在我们的脚下 最终我还是用无人机拍到了达宗遗址和三色湖 就算是来过了 也许是真的和这里没有太多的缘分 不过相信未来的某一天我还会来点迷路的 但要说起缘分 接下来的一次封路 却把我们带到了一个迄今为止 我去过的最恐怖的景点 我是苏曼多 一觉醒来之后 我和拓来福还在西藏 我们即将前往萨普冰川 这个季节来到这儿 需要极高潮的车技 最终我们抵达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今天到萨普冰川了 住的这个地方名字很有意思 叫比如 比如县啊 嗯 萨普冰川这儿雪干化 淡季是50块1倍 半价哦 前两天举说雪特大 开不进来 今天啊 商务车都上去啊 前面有一个商务车好像 下了 太不了解萨普了 往后面倒了 我那个车过不去 我们把车停到这儿 他们两个把车放这儿 然后坐我的车上去 早几天的话 连这个位置都开不到 提醒一句 我们来这儿一定要小心 现在满地的汽车配件 我们来到了萨普冰川 你看 你看这儿有一个提示 附近有熊出没 行人注意安全 在这儿露营可千万不行哦 很危险的 你看这边 就冰已经有水了 现在开始融化 其实不是很安全 我们就慢慢的沿着别人的脚印 走在这个湖边上 萨普冰川 是我们这次在西藏 见到的最后一个冰川 按照原计划 第二天 我们将驱车前往 麦蒂卡湿地 但因为大雪封山 这次封的是真没招了 我们只能原路返回 另寻他路 但确实因为这次变故 让我们来到了一个 极其恐怖的景点 这是一段被我模糊处理的视频 我要告诉你的是 接下来还会有大量这样的画面 一方面考虑到原片 可能会引起你的恐惧 另一方面主要是因为 如果不这样处理的话 这条视频绝对不可能过审 因为这个景点的名字叫做 达姆寺 骷髅墙 本来形成当中是没有这个地方的 但是现在我们来到这儿看一下 哇 这是文成公主吧 海拔4100米 骷髅墙位于寺庙的天葬院内 想看的话 就一定要跟随景区的讲解员 因为只有他有钥匙 可以拍视频 可以拍照 好的 谢谢 最高的小心点 这两块地是不能裁的 因为这两块地是天葬塔 那么首先我跟你们讲一下 就是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比如现查取像达姆寺天葬店 然后这个修建时间是1820年 到现在为止有200多年了 网上写的是多多卡天葬塔 那是翻译错误的 咱们这边通常有一个多数卡天葬塔 那么最终每个人的结局都是死亡 对吧 所以呢你死了之后呢 带不着一草一木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 所以呢活在当下才是最重要的 同样在这边称就一个警示教育基地 接下来简单说说这个天葬台的玄机 信息量可能会比较大 就不用站起来听了 地上这两块石板 是天葬师用来肢解尸体的 任何人不能踩 被切碎的尸体 会混合苏油放到地上的方井里 因为突旧对苏油的味道毫无抵抗力 这面墙最右侧放着上世纪60年代的第一颗头骨 在这之前的头骨因为某些原因已经不见了 最左侧放着一个多月以前的 这是放在地上的几颗 最新的一颗是十几天前的 过几天也会被放到墙上 骷髅墙上的某些头骨上会有一个圆孔 是因为天葬师取走做成了珠子 这里年纪最小的头骨只有三岁 是当年这里一个夭折的小和尚的 因为他比同龄人的个头大 只有正常死亡者的尸体才能在这里天葬 这道门叫做死门 活人不能走 是不是听我讲完了更恐惧了 但回过头来想想 你究竟在恐惧什么呢 有没有可能只是恐惧本身 就突然想 人真一生结束的时候 不管是天葬也好 水葬也好 还是土葬 我觉得它只是一种形式 人死了就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 真的要珍惜 我问过讲解员 为什么这里可以拍照摄像 他告诉我 几百年前骷髅墙的设立 并不是让人们对死亡充满恐惧 而是要让世人珍爱生命 我就问他 为什么他可以这么愉快的为我们讲解死亡 他告诉我 因为他正愉快的活着 接下来的故事就不用多说了 我和土来福来到了临职 等来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 却留下了遗憾 每次来到西藏 我都能略有一些感悟 你觉不觉得感悟这东西说来奇怪 有些时候并非什么高人指点 只是心血来潮 发自心底的顿武 或许你一开始 就懵懂了这世间的所有玄机 仅仅因为一种能量将它激活 而这种能量其实就叫做愉快的活着